美國總統拜登則是指控俄羅斯的總統 普廷是侵略者 選擇發動這場戰爭 為了要讓他付出代價 拜登是宣布凍結俄羅斯多家銀行 在美國的資產以及出口管制 新一波制裁包括封鎖俄羅斯外貿銀行 在內多家金融機構 出口管制 並且封鎖多位俄羅斯重要人士 和他的家屬 到目前為止 制裁的俄羅斯銀行 共持有約一兆美元的資產 封鎖這些銀行 切斷他們與美國金融體系的 聯繫 也就意味著 他們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都將凍結 根據歐盟官方公報 歐盟針對俄羅斯國防部長 陸軍 海軍和空軍指揮官 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 國營電視頻道 今日俄羅斯負責人 還有外交部發言人等高層人物 實施資產凍結和簽證禁令 加拿大則宣布 制裁58個人和實體 還暫停允許加拿大公司 向俄羅斯運送貨物的出口 許可證 我們支持 你們玩太郎 會比東金融 中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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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一日快速可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